这怎么可能 事情比这个恐怖的多 被爸爸给吞噬掉 心脏里有一块肌肉 根本没有跳舞 里内有两套电影 只带你本来的奇怪 世界上八分之一的人都有可能 啊太恐怖了 闹鬼了 欢迎来到飞行商 2014年 有一对小夫妻 在一个生育诊所的帮助下 成功诊下一个试管婴儿 这本来是一件平凡的喜事 但是怪异的事情发生了 小宝宝的血型和爸妈的血型 完全对不上 这算带绿帽子吗 哦不对 试管婴儿不可能 难道是生育诊所搞错了 我可以告诉你 生育诊所没有拿错 事情比这个恐怖的多 后来父母带着小宝宝 去做了亲子鉴定 鉴定的结果相当惊讶 这个爸爸不是小宝宝的亲生父亲 这怎么可能 鉴定错了吧 这对夫妻也觉得非常奇怪 因为抽血鉴定不是最精准的 于是这次他们刮取了 爸爸和宝宝身上的表皮细胞进行鉴定 鉴定的结果 爸爸依旧不是亲生父亲 这对父母实在是绝望了 于是他们求助于 斯坦福大学基因学的教授 去做了非常严谨的基因测试 鉴定的结果 这个宝宝虽然不是爸爸的亲生孩子 但是他们居然是亲戚 爸爸是这个孩子的叔叔 这个关系是这样的 这就是个戴绿帽子的故事啊 No 最恐怖的来了 这个爸爸一直是独生子 没有任何兄弟 啊 太恐怖了 闹鬼了 终于专家研究表明 这个父亲是一个人类嵌合体 也叫做卡麦拉现象 卡麦拉这个词源自于希腊神话中 一种尸头扬身蛇尾的土火怪物 在动物学上 这种现象主要指 动物的两颗兽精卵融在一起 长成一个个体的现象 也就是说 这个爸爸本来一开始 是有一个和他一起兽精的 亲生弟双胞胎的 但是随着孕育的推进 两个兽精胚胎中发育比较弱的 那个也就是小宝宝的叔叔 被爸爸这个强壮的胚胎给吞噬掉了 最终两个胚胎嵌合成一个胚胎 叔爸 这个叔爸胚胎成长起来后 体内有两套分别的DNA系统 一套是这个爸爸自己的 一套是吸收了自己双胞胎兄弟之后 长成的器官 啊 所以这个爸爸的膏丸 其实就是他双胞胎兄弟的身体了 对啊 这个宝宝在生理上 其实是爸爸那个 已经被吞噬了的双胞胎兄弟的孩子 妈呀 听着更恐怖了 像是一段孽缘呀 我虽然虚弱早逝 被你吞掉 但是我也融入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我在和你一起生活 另一个案例是来自 豪斯医生这部电视剧里的一集 一个七岁的小男孩经常产生幻觉 以为是外星人来劫识他 但是没有人相信 直到一天早上 小男孩的职肠大量出血 被送往医院 医生对孩子做了明显测试 但是多次结果都互相矛盾 最终医生怀疑男孩的病因 不在于血液 而是在于他的心脏 通过对男孩心脏的观测 豪斯却发现男孩的心脏里有一块肌肉 根本没有跳动 什么 没有跳 对 通过对这一块心脏心肌细胞的检测 发现这块心脏的心肌细胞的DNA 和其他部位的不一致 也就是说男孩体内有两套DNA 找到原因之后 医生将其切除 但是术后男孩依然还是有幻想 这个让医生百思不得其点 在绝望之际 豪斯医生想通了一切 孩子体内的两套DNA 是因为孩子成为了两个胚胎的嵌合体 而另一套DNA 就在大脑里 它还没有被切除 所以它的活动导致了男孩经常产生幻想 这次将大脑中另一套DNA移除后 男孩终于健康的出院了 哦 原来嵌合体这件事情这么可怕啊 但这种事件不多吧 不 其实这个事件远比我们想象的常见 而且它的诱发原因也是多种多样 非常的普遍 2012年 科学家解剖了59具已经死亡的女性尸体 在这些尸体中 三分之二都发现了歪染色体 这其实非常奇怪 因为我们知道女人是没有歪染色体的 所以说这些女人的体内都生存着不属于她们的DNA 那这些DNA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DNA其实来自于她们生的儿子 但其实这些女人大多都死于70多岁 也就是说 来自于儿子的DNA在她们体内长久的存活 生存了几十年 女人怀孕的时候 一部分胚胎的细胞会因为各种原因进入她们的身体 与她们自己的组织融合 之后就一直生活在那里 啊 这么说来 女人怀孕很容易被孩子嵌合上啊 那那些待孕妈妈岂不是 对哦 其实这种现象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 除了可能会因为不是自身细胞而引发的免疫系统问题外 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和你体内DNA不同的细胞可能会独立生长 比如说 如果你的一些细胞因为某些原因衰竭 这些DNA不同的细胞可能会保持健康增殖 甚至会完全生长出来 取代你本来的器官 在更常见的情况下 它们可能会造成无法控制的增生 一个最有名的案例就是 大象人 大象人本名叫约瑟夫凯里维里克 除了头部巨大的增生之外 他全身90%的部位都有肥大增生 这也导致了他生活不能自理 只能在马戏团表演畸形秀卫生 由于畸形的身体让他无法平躺 生平中唯一一次试图躺平也造成了他的死亡 这种无法控制的增生好像类似于癌症 对 事实上大部分的癌症 都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细胞增生引发的 但也有一些是源于外属细胞 其中我们最常见的案例 就是狗狗的传染性性病肿瘤 这种肿瘤是通过狗的性行为 传播的一种生殖道肿瘤 其实它的本质是一些属于其他狗的细胞 它们会附着在狗的体内增生 并且会通过狗的性接触 一带一带的传下去 研究发现 这些细胞最古老的祖先竟然是11000年前 也就是最后一次冰川时代晚期的一只狗 哇 那人类也会有这么恐怖的肿瘤吗 人类虽然没有这种的肿瘤 但其实嵌合的现象确实非常常见 在人类的每1000次生育中 大概会有三位孕妇产下同卵双胞胎 六位会产下一卵双胞胎 然而子宫中的双胞胎和多胞胎 会有20%到30%的概率 被胎盘或者兄弟姐妹们吸收掉 这个胚胎的部分细胞可能会被另一个胚胎吸收 剩下的胎儿就会有两号细胞 自己的细胞再加上原本是另一个胚胎的细胞 感觉是一场很兴残的伦理惨案 是的 有科学家在一个研究里表示 其实世界上1%的人都有可能是嵌合体 只不过嵌合的部位一般没有人会注意到 可能只是一个内脏 或者只是一小块肌肉 其实能被发现的例子都非常的少见 要么就正好是要做器官移植 要么就是刚好嵌合到生殖器官 还有一个可能产生嵌合体的可能性 就是各种医学抢救手段 比如说骨髓移植 甚至是输血 这些外来的基因和细胞 也可能会永远的生活在你的体内 其实也许我们很多人 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纯种 可能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多 不同DNA的小部分组成的 就像是一个联邦 我们曾经以为DNA可以完全代表我们的身份 甚至像科幻片里 提取你的DNA就能复制出来一个一样的你 但是其实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哇 也许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活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与灰细胞一起每周学习身体小知识吧